招招要我的命 我就只有逃了 大师如果真要比我 也行 小可奉陪 不过 要是我赢了大师 那要如何 好 年纪轻轻 口气倒不小 如果我在拳脚上输了你 要杀就杀 要斩就斩 大师言重了 若是晚辈输了 自当听凭大师处分 不该有半句一言 若是侥幸 能够赢得一招半事 还请大师退下光明顶 老纳不信龙爪手治不了你 少林派龙爪手乃天下擒拿法中无上决议 既然你知之甚响 此时投降 不急不急 我话还没说完 方才对招的时候 我发现大师的三十六招龙爪手 练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 好 一句话 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 我立即回少林寺 从此不出寺门 大师言重了 请出招吧 你要是还以轻弓闪躲 这场比武是打不完呢 行 晚辈若是再倒退半步 便算输了 好 赢要赢得公平 输也要输得心服 接招 捕风 转赢 手筋 骨色 披抗 倒戏 道三 手缺 八十连环 捕风 转赢 捕风 转赢 保存手去 你什么时候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爪手的 是刚刚大师教我的 龙爪手是我少林一学 为何这少年能后发先制 而且出招的手法尽力 方向不美 更是稳训兼备 有如数十年苦练之功一般 他真有过目不忘献学献规的本事 这龙爪手如此厉害 必是经少林派数百年来千锤百炼 是个硕士不败的无辜 只要我学了 乾坤大多尼厚 能很快地记住他的招式 一样画葫芦 以龙爪手与他对攻 若真要以别的拳法取胜 当真十分简单 好 我就以正划凡 到这头 到这头 好 以正划凡 罢了 曾施主 的确比老衲高明得多了 万辈是以少林派之武功 胜了大师 对少林派而言并未示威 侵若以其他招式 恐难占得大师半点上风 曾施主仁义胸怀 老衲既感且配 万辈犯上不尽 还请大师恕罪 这龙爪手 到了曾施主手里 竟然能有如此威力 日后有时间 往驾灵闭寺 老衲要一尽地主之仪 多多请议 不敢不敢 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 万辈年幼学前 还派来日 有机缘请大师指点 恶命